那你還記得耐醒怎麼變嗎? 耐...有分三類啊 好,我們先來看耐醒 好,耐醒我們就稍微跳一下 耐醒文法對不對? 那一樣是懂動詞一、二、三類去變化對不對? 對 好,那我們看第一類 二、三類怎麼變?還記得嗎? ませんがいない 就這樣子,OK嗎? 好,那我就問你了 みません變成みない みない是什麼意思? 不看 OK,不看齁,可以齁 那不看的人怎麼說? みない人 這樣OK嗎? 嗯 好,那我考你一個齁 看你可不可以理解齁 有點像繞口令啦 但就是會讓你看得懂齁 好 這怎麼翻譯? 不看的人 好,不看的人齁 好,注意看齁 兩個是一樣的,來什麼意思? 不... 不要看人 不是不要 不看...不看人 不看人 喔,不看人 嗯,OK嗎? 不...不看人 嗯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不看的人 不看...不看... 人呢?一樣 喔,對對對,ません的 對吧齁,OK齁 好,來,注意看齁 來,什麼意思? 不看書 是不是以模一樣? 嗯 對吧,對不對? 沒錯吧,對不對? 對 比如說... 不看電視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一次? 可以 好,OK齁 好,所以你會變成...你會變耐醒的二三列動詞會變...會變化 是不是開始可以做很多的變化了? 嗯,是 對吧齁 那我們再轉一下齁 這叫不看的人 那要看的人呢? 來,要睡覺的人 來,不睡覺的人 來,不睡覺的人 來,你是晚上不睡覺的人 講英文嗎? 別說台語也可以啊 你是... 阿拿達,我... 嗯... 晚上不睡覺的人 嗯... 主持是不是阿拿達,對不對? 對 好,那時間在後面 沒關係,是這方面 時間呢? 放 對啊,然後呢? 嗯... 阿拿達,我擁有 嗯... 沒有人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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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是嗎? 嗯? 不是是嗎? 你到底想講什麼? 你要有自... 你要有自信的告訴你是你說什麼? 是肯定句還是否定句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啊 你是晚上不睡覺 阿拿達,我擁有 嗯... 沒有人 阿結尾啊 嗯... 對,你要有信心 你不是不問你會 但是你老是沒有信心就不行 這樣OK嗎? 嗯... 這樣肯定跟否定的原型出來 可不可以造出很多句子呢? 可以 對吧 可以嗎? 可以 好,OK齁 來 那這邊就... OK 不吃牛肉怎麼說? 假如說你跟我去... 嗯... 你說來 牛... 牛肉 牛肉 喔 食べ奶 食べ奶 你可以OK嗎? 嗯 好 我們現在講話先有禮貌 不要不要用奶 因為奶是屬於原型 原型是口語 喔 好,不吃牛肉再一次 來 牛肉 喔 老師,對不起 我不吃牛肉 先生 我是牛肉 喔 好 那你跟我去日本 然後 跟同學們一起去那個 消費教學 那你是我們這一組的組長 組長 你幫我問一下 有不吃牛肉的人嗎? 嗯 好 嗯 有... 牛肉 嗯,OK,來 牛肉 牛肉 然後呢 牛肉 然後呢 牛肉 所以要把你在一起了 嗯 所以變什麼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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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一下 又想一下 但是要不難對不對 欸 對 對吧 這就是我 我跟你說再講一次 這就是禮拜四 我們下禮拜開始我要講的課程內容 就講這種的 嗯 讓你能夠講 而且不會咬舌頭 OK嗎 來 OK 組長來幫我問同學們 明天有不吃牛肉的人嗎 明天我們一餐要去吃牛肉 幫我問一下有不吃牛肉的人嗎 來 嗯 牛肉を食べない人がいますか 這樣OK嗎 OK 可以喔 好 那牛肉OK 那有不吃生意片的人嗎 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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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身を食べない人がいますか OK クリスさん あなたは牛肉を食べない人ですか 嗯 牛肉を食べない人がいますか 牛肉を食べない人がいますか 有沒有發現我剛才念那一串過去你是聽得懂的 聽得懂 有沒有 是聽得懂 你有必要再重複我講的話嗎 沒有 沒有必要 對不對 好 那你注意聽喔 我剛才那一串講過去你是不是聽得懂對不對 對 但是你有辦法copy我剛才講的話嗎 你剛問我 是 沒有沒有 你不要繼續講 我剛才說你有辦法copy嗎 可能還沒辦法 對不對 對 要想 對 但是可以聽得懂對不對 對 這就是天理練習 對 這樣OK嗎 OK 我們就是慢慢讓你造句 讓你講 我們動作不快 所以耐會用的 是不是就很簡單了 嗯 這樣OK嗎 OK 可以好 謝謝你 好 來 佩文 來 佩文 老師 佩文 剛才剛才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可以齁 好 來 OK 那不工作的人怎麼說 呃 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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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剛才有跟上線嗎 你剛好像沒有跟上線 有啊 那你怎麼會 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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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 仕事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他這就在你面前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你沒有思考 當然不知道 你思考你就知道 來 忘記 這肯定還是否定 你看清楚 呃 無忘記 對嘛 對嘛 沒錯嘛 沒錯嘛 對不對 好 那忘記怎麼翻譯 來 這就是經驗齁 這就是閱讀的經驗齁 一開始我也翻不出來 來 不忘記的人 好 不忘記的人嘛 對不對 沒有錯 確實不忘記的人 可不可以再白話一點啊 你說什麼 白話一點 喔 你說日文嗎 還是 中文 喔 不忘記的人 白話一點 對 就是 不會忘的人 一樣啊 沒有一樣 你已經講出來 他沒有一樣 他不一樣 不會忘 你看的話 就是我要聽的 不會忘的人 對 好 我再幫你改一下 叫忘不了的人 好 OK嗎 所以忘不了的日文怎麼說 忘記的人 這樣OK嗎 可以 我忘不了的人 OK嗎 OK OK 好 那忘不了的日文怎麼說 我忘不了的台風 我忘不了的台風 台風 台風 不是台風 台風 好 好 這樣可以理解理事嗎 可以 好 這個我們剛才在練習的齁 所以我們把否定變成耐醒 这个你有学过吗 有听过 你还没有上到这里吗 我也不太记得 好像有听过 等一下 配合我再确定一次 你有上过N5的文法课吗 有 有 你什么时候上过的 就 这一期的吧 礼拜一的吧 礼拜一 那就还没上到了 其实刚刚在上而已嘛 对不对 对啊 好 那你还没有 所以但是还没有 还不知道 还没有上到这里 好 但是你刚才有讲说 是口语话 嗯 再帮你干净弄一下 今天就是帮你们脱跑 动词原型会的 对不对 嗯 对吧 对 那否定的原型 也要学会嘛 对 也有过去肯定的原型嘛 对不对 好 那我的Nine 我的Nine是原型怎么来的 它就是把动词 变成否定之后 把marsen改成Nine 这个可以理解吗 嗯 可以 因为第二第三类去分类 然后再去改变 是的 没错 所以marsen等于marsen 等于marsen 这个没问题吧 对不对 嗯 可以 好 那就跟刚刚我们一开始 在做动词原型加名词是一样的哦 等一下哦 重词原型加名词 这是绝对的 OK吗 OK 那我们的原型有肯定原型 有否定原型 有过去式原型 合不合理 合理 合理齁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肯定变成否定 就这样子 正变法 我要让你两个换来换去 嗯 OK吗 可以哦 可以哦 好 那再来 OK 本来没怎么说 OK 好 不来的人 未来的人 明天不来的人 明天不来的人 明天是叫明天吗 明天不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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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倒還沒有結束嘛,對不對? 對 來,明天不能有明天不來的人嗎? 明天有人不來嗎?講法是一樣的喔 明天有不來的人嗎? 明天 どない人 が ま マスか 什麼叫做マスカ喔,聽不懂 不是欸,不是欸,不要欸 什麼叫做マスか 那個問號啊,就是有不來的人嗎? 啊有在哪裡啊?我沒有看到有啊 我沒有看到有 どないが 有就長這樣子 いますが 不是マスカ啊,不是マスカ沒有這個東西 不是有不來的人嗎? 不來不就在前面嗎? 對對對 不來不就在這裡嗎? 嗯 那有,有不是也要給他嗎? 對 對吧 所以來,這還沒有完整喔 來幫我弄完整 明天有不來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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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句啊 か 你不能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嘛 也不能只看著他就回答我 你要思考 再講一次來,明天有不來的人嗎? 明天有不來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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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沒有變化 只單純而已,看得懂嗎? 看得懂 來,幫我翻譯下來 今天 在學校不去嗎? 哪裡有在學校? 我看不到,你告訴我哪裡有在學校 A是在嗎? A是在,我記得是在 你記得是在,那就記錯了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 從來沒有 這叫做去學校不叫在學校 A代表方向啊,第五課教的啊 OK嗎? 對,我要可以一下配文 我記得配文是不看書的吧,對不對? 我沒有在複習 對,所以你接下來一定要喔 不然你會很恍神喔,好不好? 一定要複習喔,好不好? 不然你會很恍神 我現在動作會放得非常非常慢 可是你不複習是不行的喔 OK嗎? OK 這個A代表方向 是 去學校 是往學校的方向 那後面會有它的動作出現 OK嗎? 好 所以今天不 現在怎麼翻? 今天不去學校嗎?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也可以慢慢慢慢把它改 比如說 像第二個 明天早上田中先生不去嗎? 知道還沒有變化 來,你幫我翻譯一下 來 明天早上田中先生不去嗎? 你確定? 他沒有嗎?不去 去還是來,你搞清楚一下 嗯 不來 對嘛,是不來 所以你是演花,你不是不會喔 好,記住演花不是不會喔 沒有啊,差很多 這樣OK嗎? 好 眼花跟不會是兩種事情 OK嗎? OK 我今天也遇到一個學生 然後他寫了文章給我 可是呢 他寫的文章他都看不懂 他就問我說老師這怎麼翻譯? 我說那你的中文呢? 我不會啊 我就是要問你啊 那我說那你不會 你怎麼用這文法? 我不知道我就用啦 呵呵 就有點雞同鴨講你知道嗎? 嗯 對就是 他的表達能力跟他的 呃 實際年齡是沒辦法成正比的 這種這種很正常 年紀大不代表說表達能力好 年輕輕也不代表表達能力就差 其實他講話要講得清楚 所以我們在看日文也是一樣喔 你看清楚你表達你要聽得懂 所以看清楚在講的時候這件事很重要 OK嗎? 好 OK 好來各位這就是耐的部分可以嗎? 耐的部分齁 我們先講一點點而已 然後再來 來 唯美 唯美 這個原則 有沒有看到他? 有 所以這些都是過去試看得到嗎? 嗯 這樣可以齁? 可以 OK齁 那只要他 他也算是圓形喔 喔 所以 這一個啊 算不算圓形? 嗯 他是名詞的圓形喔 OK嗎? OK 好名詞的圓形OK嗎? OK 那我們再往 再跳一下齁 他形怎麼變我們先不解釋 不管他 不管他齁 嗯 那一樣跟他一樣 咳咳 好 這邊是誰佳克 怎麼翻譯? 嗯 嗯 睡覺的人 對 過去式的圓形 不用把過去式翻出來 嗯 但是 如果是未來式就要喔 怎麼翻譯? 嗯 嗯 嗯 在睡覺的人 不對 他是未來式 他不是現在進行式 睡 要睡覺的人 對 注意看喔 嗯 不錯喔 那個威美的反應很棒喔 尼媽斯是未來式 是翻成要睡覺 對不對? 對 那尼媽斯是電雷嚕 對 對吧 所以我這邊講一個 尼嚕一度 是翻成要睡覺的人 嗯 好 記住喔 未來式要把那個 呃 未來式要把未來式講出來 但過去式有需要嗎? 有 過去式 不用 有 OK嗎? OK OK 可以齁 所以 尼大人怎麼翻? 在睡覺的人 不要亂加字啦 不要亂加字啦 睡覺的人 對 睡覺的人 OK嗎? 可以齁 好 再來 見到 看的包包 看的包包 對 OK嗎? 可以齁 那這個就比較好翻 這個你也可以翻成看過的包包可不可以? 可以 昨天我看的包包 是不需要加過對不對? 昨天看的包包 有沒有 有 這樣懂意思嗎? 懂 再講一次 動詞原型 若遇到未來式 我們會把未來式的感覺放進來 嗯 可以 但是如果是過去式我們就不加 那 看狀況做調整 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OK齁 好 那 可以 可以 好 那 怎麼翻 借的錢 對 借的錢 借過的錢就怪怪的對不對? 對 借的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注意看齁 嗯 嗯 朝 食べた 欸 もの 怎麼翻譯? 嗯 嗯 早上吃的東西 對 我不用加過OK嗎? 那加過語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嗯 好 可以齁 那回到剛剛 文美剛剛有提到一個 正在睡覺的人 我們把中文稍微理解一下喔 注意看齁 好 要睡的人 OK 嗯 正在 睡的人 跟 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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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齁 那 下面這句 如果有一個時間出來 這樣是變成過去式了 嗯 對 對 對 沒錯 時間只要出來睡的人就沒問題了喔 OK 那我問你喔 正在睡的人跟要睡的人有一樣嗎? 嗯 不一樣 不一樣齁 好 好 那我要怎樣表達正在這兩個字 就要用到另外一個文法叫做 ています 嗯 所以唯美 又或者你變成做 呢 existence 我們可以說 guides 不是,看着画面,看着画面,看着画面改,看着它改,你就不会混乱来,看着它改 怎么变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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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文美,我已经写给你了,注意看,我已经写给你了,怎么变圆形 看着它,不对啦,圆形怎么是贴来变呢,一定是后面这个变才对啊 对,不是,不管它,不管它,不管它,我们现在不去争执这些事情,不要管它 寝ている,好,寝ている人 这样OK吗?寝ている人就变成什么? 正在睡的人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贴形文法的延伸,OK吗? OK 再讲一次,外面你有日文程度,可是你没有仔细看的经验 对,经验,我们把经验放进来,把习惯加进来,你就会变得很厉害,懂意思吗? 所以我想要告诉你就是,我以前在学日文,就是跟你一样,就是 我不看,我就乱猜 明明它已经在我眼前,我还不看它 这个习惯我也有,你也一定会有,其他东西都会有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看文章是眼睛看着它,去理解它,而不是用猜的 这样OK吗? 那,寝ています不就是动词,动词的masu形吗? 对不对?这样懂意思吗? 懂 可以哈?那,比如说,見ています 正在看,对不对? 对 因为ています就是ing,这就是正在 所以正在看的人会不会改的? 会 怎么改? 正在看,正在看,正在看,慢慢来 正在看,正在看的人 寝て 不是,不是 見て 見て 見ています 哦,我我我 正在 慢慢来,正在看的人 正在看的人 見ている人 对,見ている人 这样OK吗? OK 这个就是说,一直让你练习,一直让你练习,你反应就越来越棒了 这样OK吗? 嗯,好 可以,这样可以哈? 嗯,可以 OK可以哈,好 来,丽娟,来丽娟 丽娟 好,丽娟,这样OK吗? OK 可以喔,你今天中还好吧 怎么,感觉跟我一样,刚睡醒了一样的感觉 哈哈 前面讲的感觉好难喔 前面感觉很难 嗯,哪里很难 你中途 听过就,听过就忘了 你迟到竟然很难,还是 不是啊,亏你一下 你中途竟然在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啦 对吧 嗯 你中途竟然大概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不对 嗯,大致上知道了 大致上知道了 我现在做的动作再跟你讲一次齁 嗯 我现在做的动作就是 我们上次不是教的动词原型吗 嗯 现在是偷跑我们下礼拜上课的内容 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上课 啊,上课的方式怎样 希望你知道 嗯 你才做说,哦,这个课原来可以协助你 它进度不会很快,那慢慢来 就像每个人都可以讲 可以讲得出来的那种感觉,OK吗? OK 上礼拜我们讲的是动词的原型,对不对 嗯 但是这动词原型是有分肯定、否定跟过去式喔 嗯 立娟可以吗 可以 这个肯定是现在式 下面是否定,OK吗 嗯 那否定有否定的原型吗 那过去式有过去式的原型,OK吗 嗯 可以吗 嗯 嗯 好,你的嗯哈,齁 知道什么意思齁 知道什么意思齁 所以我会问你很多次齁,懂你,对吧 嗯 所以你的嗯啊,齁 我会再问你第二次喔 就变成 那 那就是否定嘛 对 然后 它就是过去式嘛 原型 要讲原型 过去式的原型 因为我们这边下面这张表就是告诉你 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动词原型不是只有肯定 否定也有 嗯 过去式也有,OK吗 OK 那过去式我们就做他行 嗯 否定叫什么行 耐,否定 耐行 可以吗 耐行,嗯 OK吗 OK 那我们这边就在告诉你我耐行怎么变 很简单啊,超级无敌劈劈简单啊 把妈 嗯,耐行我们讲过了齁 来 他行怎么变我不管他 我先不管怎么变 我反正他就变他行了 这样就好了,OK吗 嗯 这样可以吗 可以 不告诉你怎么变 反正他就变好了 OK吗 嗯 那他就是原型 所以我直接 后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个人 一个名字给他 哦,对 那 动词原型跟名字连接 是不是要加个的 对 对 对吧 所以mitahito就变成看的人 对 OK吗 我们看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到这边应该跟得上了吧 可以 我没有让你很复杂 我就告诉你他这个怎么翻译 就这样子而已,OK吗 OK 同一件事情在做很多次 但是是做肯定跟否定的 然后现在跟过去的 就这样四种模式 一直转换而已 嗯 OK吗 OK 可以齁 好 来,比如说好了 这是另外一种齁 嗯 来 这边我一样加一个 来 kodo叫做事情 所以怎么翻译 来 来,帮我翻译一下 说的事情 对 对 说的事情 那 这里看状况 我也可以把它 因为它是过去式 我也可以把它再加一个 说过的 的事情 OK吗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喔 注意看齁 report 来 report 来 嗯 写 过 的 写的 好 知道写过的报告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刚刚也做这样练习 吼 下面怎么翻啊 写 写 写 嗯 写 不要拍 一样吧 写过的报告 对 叫做写 写报告 但是写过报告 嗯 OK吗 OK 上面叫做 上面叫做 写报告 写的报告 对 不太一样喔 嗯 OK吗 写的报告或是写过的报告 OK吗 OK 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喔 嗯 OK吗 OK 结过婚 跟结过婚的人有一样吗 结过婚跟结过婚的人 嗯 嗯 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字人 对 这样懂意思吗 嗯 这个是一个名词 写过的报告 对不对 写报告是一个动作 OK吗 嗯 懂我的概念吗 嗯 了解 对 比如说好了 呃 呃 游过的游泳池可不可以 对吧 可 对吧 可以 游过的记录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游过的河可不可以 可以 这条河我有游过嘛 我游过的河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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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